《天氣報告》 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這次《天氣報告》 我是李鳳瑩 一股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地區 一起看看今早各區的最低氣溫 在6點多時 各區的最低氣溫 普遍是在15度至18度之間 至於天色方面 在大範圍的衛星圖像我們見到 廣東沿岸地區的雲量比昨天多了很多 一度廣闊的雲帶正是覆蓋廣東沿岸 以至是整個華南地區 我們預計雲帶有機會稍後 運輸我們帶來兩陣的微雨 詳細的天氣預測方面 預計今天會多雲 稍後會有兩陣的微雨 日間最高氣溫會上到大概19度 風勢方面吹黃昏 至清淨的冬至東北風 初時離岸偶爾會吹強風 至於接下來幾天的天氣 一起看看雲雨量的預報圖 我們見到 現在影響廣東沿岸的雲帶 會在明天開始逐漸消散 廣東沿岸地區的天色 未來幾天會好很多 所以展望方面 未來幾天我們會大致天情 大家不妨趁著好天的週末 和元旦假期計劃一下戶外活動 不過大家亦要留意 在隨直和元旦假期 受到一股東北季口風補充的影響 天氣會是較涼 這一節的天氣講到這裡 再見 Κ 感谢观看